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位老教授 最近啊领着这个跟太太一起到校方 说是声泪俱下 自首认错 说呀 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硕士研究生 女的一个女孩子 这女孩子想考这个中央业务院的博士 这很难考的 很难考 然后就找到这个70岁的这个老教授 老教授呢 就咱们发生一下肉体关系吧 发生了 是教授提出的 不知道谁提出的啊 反正两个人发生了肉体关系 同时呢 还先后两次总共收了十万块钱 就是说这个一个说是我给你培训呢 你给我五万块钱 再一个我帮你打点呢 我要让你这个女孩子上博士啊 总共拿了十万块钱 所以就是这个女孩子去见这个教授发生关系 女孩子还要交钱 还交钱 就肉金连肉带金都得给啊 70岁啊 这很特别 但是问题在于要不说现在这个教授你说话没有信用吗 你要有诚信吗 你睡了人家 你拿了这个钱 你应该让人家当博士才对吗 不履行合约是吧 不是 最后就老教授挺冤的 因为就周围同学反应啊 这个教授还真是不错 讲课的时候总是满满当当的 确实有学问的 但是大家都说没想到 这个老教授啊 说要这个女孩子当博士 得五个教授打分 哦对对 事后调查发现确实他打了最高分 可是那四个教授呢 证明很公平 打的分都很低 对学生的努力没尽到 没错 所以没当上这个博士 这事最近在北京吵得很火 大家就在说 这个老教授 你说这叫林老了 又弄又弄个这么个事 那么这该怎么 你们做教授的听了这事 有什么感触啊 我是觉得这个教授 当然是老而不尊嘛 是吧 这有一些很基本的 我觉得是这样 教授啊 或者是老师啊 跟学生呢 你这个界限一定要想清楚 因为这里头有一定的权力关系 没错 是吧 你这个权力关系呢 你利用了权力关系 然后比如说发生肉体关系啊 这个等于是占人家便宜 是这个跟强奸呢 是有类同的意义的 就是人家是这个 并不是甘心情愿 两情相悦的 是吧 那这里头还有一点 我听了有觉得有点奇怪 就是这个女的还交钱 还给她钱 那里头就变成说 一个金钱交易里头 背后还有别的内容 就她想要 想要通过这个老教授 入学 是啊 当博士 想要买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复杂 我没有听过这么严重的例子 就是说又有这个 肉体的交易 又有金钱的交易 背后呢 当然都不是两情相悦的一种 一种这种 两情相悦 他这个不是最后没弄上博士 为什么这个老教授声泪俱下了呢 因为你没让人家当上博士 这女的就天天找他闹 说要举报你 你你就怎么 最后他想来想去啊 没办法 他自己去自首 他自己去自首交代 再一次证明了就坦白从严 坦白从严 怎么叫从严呢 你看他自首了以后 你看现在搞得 那是名声这么坏 那是民间对他的不满吧 这个学校对他什么 学校就是三庭 据说是招生啊 什么讲学啊 本来七十岁就快退休了嘛 他已经退休了 已经退休了 已经退休了 但是学校的意思 他得高望的学高望重吧 还是有这些 但是这个消息是谁透露 是学校出去的呢 还是他他自己不会发布吧 他学生也不会发布吧 那是学生学校给他透露的 这咱不知道 反正报纸 这个很关键 这个很关键啊 就这个整个这个事情是 网上传媒是怎么知道的 我听说有一个发言人 学校的发言人 学校的发言人 那学校对这个学校没有什么 那是记者文讯呢 去采访学校 就是文讯这个信是哪里来的呢 您为什么关心这个 因为很多类似的情况 比方说干部队伍里边啊 或者是这个大学里边啊 或者知识分子 很多中国有种组织上会 内部批评了 处罚了 但是他不大会把他推向社会 对不对 因为你对你本身的学校也没有 中央医院 没什么好处 没什么好处嘛 而且人家也是自首了 你说这这这这这老头 对不对 这把年纪了 这归根就不是外面先捅出来了 这个很难说 但是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核心 不是说谁捅出这个事 而是说这个事发作之后啊 你知道现在都是发酵似的 他点燃了人们心中的 是不满 我想是 这些年来 可能你们两位在香港多啊 我在北京就听得多了 我没有听过呢 都在往上才看到 都在感叹这个中国这个大学校园呢 叫斯文不在 你知道现在网上管你们教授 都叫那个禽兽的兽吗 教官的教 禽兽的兽 都这么叫教授 会叫的野兽 会叫的野兽 原来是同情教授穷 说越教越瘦 对啊 现在变成会叫的野兽 你看这些年来 我们讲过多少次 这个学术腐败 这个论文抄袭 这种太多的这方面的事情了 台面上的发展 我跟你讲 这里头啊 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发展 是大学太多 大学生太多 教授太多 你想想看 五四以来 中国开始有新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时候 有几个大学 没几个大学 有多少大学教授 没多少大学教授 有多少大学生 没多少大学生 有没有博士 没博士 是吧 跟多有 多就容易了 我想这个也是吧 我想这个可能 我只是这么猜想 因为啊 你看从20年代 一直到中国大陆 到50年 到台湾继续下去的 国民党那一套 他这个大学都不太多的 甚至在文革以前 中国大学也不多的 是吧 那么对于过去士大夫的尊重 对于知识的尊重呢 在整个民间呢 一般老百姓当中 这个很清楚 是吧 哦 你是知识人 是吧 对 你读书人 过去对这个 这个 传统士大夫 后来呢 你是教书的教书先生 教授 嗯 大家很尊重 还真是 是吧 您这个 那你也要自重啊 你现在多了 如过疆之急啊 你现在谁不是教授 教授满街走 嗯 对 讲师多如狗 哈哈哈哈 主要还是这个 处理手法太粗糙了 哦 你觉得吗 像上次王月文讲的 那个干部那种 那水平真高 嗯 对不对 那个 他讲了一个市长的儿子 人家招标 八个人给他收会 他全收 最后让他自然形成 谁赢了 这个人就感谢他 他就收那个人 其他人就造退 你看 这个水平多高 又不犯法 我们在讲的是真正这个实质上 他的确是比较糟糕了 比较腐败了 这个现在啊 实质上 您说的就是咱们过去有个传统认为 校门以外的事情 可以脏一点 是吧 好像总觉得校门以内的事情 甚至包括是大学校园里 那不是叫什么象牙塔吗 叫什么净土吗 好像还是觉得 陈丹青的说法 现在中国大学是科长专政 现在是是糟糕了吗 就甚至像是 这这这这私下里都在做生意 我觉得 那是 因为你记得就是说 一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叫下海吗 那时候就鼓励大家下海 那个时候是开始推动金钱 我认为好多朋友 就是那一代的朋友 他们那个时候差不多四十多岁 五十岁 刚开始改革开放 就有少数的就下海了 下海了呢 人也慢慢变了 变得就像商人一样 你说教授 教授 教授 真的是教授 少数 那是少数 那么人也不坏 可是呢 他就慢慢的就觉得 真的就像个商人 四块七就开始很重了 讲东西都是讲 跟你聊天 谈话 我这里东西多了 你怎么样 你这个帮我一下忙 没问题的 我又有车 又有什么东西 都是生意境 都是生意境 我觉得那是80年代的 这个中期吧 开始这样子 那我现在到现在 又过了这不近二十年了吗 像这样的事情 香港有吗 香港有 可是香港 我觉得有一个不同 香港呢 法律很严 这就讲到就是说 前几年呢 在香港有一个大学 那么有一个女生 也是博士生 她考试啊 她怕考不过 因为没有好好准备 就在她的这个教授 的信箱里呢 放了一封信 里头塞了一万块钱港币 就说 你可不可以把题目给我 结果这个教授啊 也买妙 这个教授倒是大陆上出来 到美国去留学回来的 这个教授呢 就怕了 因为这个香港 听说廉政公署 抓人很凶啊 贪污将来不得了 他就去上报 他的系主任 那这个系主任呢 一听也怕了 那么系主任呢 就真的去告诉廉政公署 那廉政公署干什么呢 说好好 你们就假装收钱 我们埋伏在那里 然后呢 那你把学生抓起来 真的 就把学生 抓起来 他就 假装要给学生题目 那约好了 然后就 交 题目 然后呢 钱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交吧 我不晓得是 在信封里 还是 逮个现行吗 逮个现行 廉政公署就真的逮了个现行 逮了现行以后呢 然后很快啊 就送法院 开除了 开除不说啊 判了半年入狱 及时入狱 关半年了 哦 香港人很狠 法律监督这个 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 香港这方面呢 也是狠 那么而且是 动作非常的快 嗯 太狠了吧 叫这个学生退回去就算了 你说是不是啊 你这个反应蛮有意思 因为我听了好多朋友呢 有不同的反应 我是不敢收 但是 退回去 我就有朋友 我就有同事就是说是 这个也太过了 假如是我的话呢 我会做什么呢 那他说我就会叫这个学生来 我言辞训斥 嗯 然后说是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做 对 你这一辈子啊 可能就毁在这上面 那么我不帮你宣宣出去 那么你好好的用功 你这次不及格就是不及格 嗯 最后就留一句 这一次就算了 我就收下了 对 你会这样子做吗 怎么能给钱呢 对吗 睡一觉好了吗 哈哈哈哈 这样子 网购之后见 这个人更换 哈哈 我看您的资料啊 您这个早年还是在台湾大学毕业的 对 我在台湾大学 我想起当年台湾大学的这个校长傅思年 嗯 还是您还写过关于陈英雀的很多文章 最近啊 近两年大陆出版界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不知道人们是人们心里的一种缺乏呢 还是你看很多就是傅思年 王英雀 王国为 就是好像那些学者的这个风范 人格 出这种书 是 是很热 是 我想我想不只是怀旧 恐怕就是有一种渴望 就现在没有了 对 好像说现在说你说哪个教授 哪个学者 我们大家觉得你是一个我们普遍尊重的人 或者你让我们尊敬 嗯 可是我觉得现在一定也有类似的学者 那么只是呢 现在真的是良袖不起啊 混得一起了 你说是哪个人好 人家也不服气的 其实心里都明白 心里明白 在学术圈里啊 有哪些是有有有失德的 是学者 有哪些是活跃的 或者说我们说好听文化人吧 嗯 其实心里都清楚 其实知识分子圈里我觉得是清楚的 大家大概知道 只是只是大家包装了以后 社会上真的弄不清楚 所以我就想有人这个有这个 圈子里都清楚 分析 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是时代变了 你看好像在曾几何时某一个时代啊 全社会啊 包括没文化的 包括没文化那些大老师 军阀 包括一个这个饭夫走卒 他有一种共识 就是说知识分子 老师有学问的人 是 那么我们都很尊重你 你包括蒋介石嘛 对 那个时候傅斯年的大骂 这个什么宋 宋子文呢 什么的 就是照样蒋介石请他吃饭 就是说 说好话 他有个共识 他们说是因为时代变了 就是说这个整个社会风气啊 不太尊重知识 我觉得是 所以这个教授自己啊 也不达自己尊重了 是变了 因为我觉得以前呢 是大家比较天真一点 那我我读书的时候 我六零年代在台大读书 我们的印象就是 哦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校长 是傅斯年 其实傅斯年 五零年 一九五零就过世了 过世了 那么我们就说 哎呀 校长就是傅斯年 他就是精神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 等于同学之间呢 大家也觉得 你看我们进了这个大学 那么我们有这么一个精神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是不畏权势的 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 是吧 贫贱不能移 贫贱不能移 那么像这样子的人呢 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榜样呢 那好像大家是有这么 是现在其实也有 你看北大的学生 他们会讲蔡元培 对不对 他们会讲胡适 对不对 清华的 他们会跑去讲 啊朱志清 你看和堂 就是这个和堂等等 我的学校里边 学生 我他们一年级开始 到毕业的时候 我说你要是不知道陈英雀 你就不能算岭南的学生 陈英雀这个就是岭南 这个学术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陈英雀当初跟胡适一起 离开北京 跑的 胡适跑到台北去 他就跑到广州去 后来郭沐若在北京这样起 他都不去 他都不去 最后传为美谈 其实学术圈都有的 而且啊 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 尊敬啊 不是说把他们的私生活 就是怎么的完美 嗯 其实以今天的角度来讲 鲁迅当初在北京 嗯 太太就住在隔壁房间里 他跟徐广平在拍拖 嗯 对不对 把徐广平租房子 嗯 出钱 然后鲁迅跑到 呃 厦门大学去 现在都说是北洋军阀迫害 其实他去厦门大学 就是离开他的家庭 带着徐广平去 嗯 那那照今天的博客来讲 那把鲁迅说成什么 没错 徐老师 这个我有这个跟你有个有同感 就是说呀 你尊敬的是什么 还还关联到一个我们现在啊 这个道德多元化的问题 是 就什么人 你比如说很多人认为男女关系 老男男女关系说道德 是 你要这么说 那么那个时候 好比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陈独秀 在北大 对 还跟学生抢妓女 打架 那么那个时候胡适还保他嘛 那么就是他不是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就是风流的很多在五四学人当中 这你看这个70岁老教授的 其实主要问题 就跟咱们说官员的很多问题一样 问题不在于你找情妇了 啊 问题你用了公权力了 对 你做了交易 这个情况就是一个倒用公权力的问题 所以我刚刚就讲 就是这里头是不平等的 因为师生之间呢 最好不要有这种纠缠 避嫌 为了避嫌 要么你就爱他 这是像鲁迅的徐广平这样 那是我的学生 到最后嘛 对不对 那你真心爱他了 你师生恋 当然也是可以 那是师生恋 这个老教授的问题呢 他一方面呢 是利用他的权力 想要让这个学生入学 可是我觉得更奇怪的 是这个学生的态度 这学生的态度呢 还交了钱 是吧 那老老老老老是受贿 要收买 学生就是 对 要收买 是吧 这里头还有一个贿赂的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 像刚刚我提到 就是说是 像香港发生的事情呢 那个老师不受贿赂 然后廉政公主把人抓起来 因为这头牵扯到金钱贿赂 贿赂又是一个 这是犯人 他的性关系 也可以解读成性贿赂 你也可以说性贿赂 所以他们开玩笑 归根结底那老头儿 利不从心啊 利利利利 你们别误解 所谓的利就是 他的权力没达到 权力 你没摆平 不是体力 权力没达到 体力也是一方面 体力要是真做到了 人家女的也不会这么怨 对不对 他主要是那个权力没达到 五个没摆平吧 没错 你没有这个力量 你收什么费落吧 没那金刚钻 不管自己活 利不从心 上下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郑教授 您看 您是在美国多个名校 都当过教授 又在香港 又在台湾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教授 其实我是认同 人人平等的 包括在道德评价上 是吧 但你觉得人们对教授有更高的道德期许 或者说还是说教授的道德应该比官员高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教授也是人 就是普通的人 可是呢 他是在知识的这个领域 那么过去的确 我觉得他应该做一定的表率 因为中国人 中国这个文化里头 他这个学问 你做得好的人 应该道德的标准比别人高一点 因为你知道的比较多 那么你对社会的影响呢 就比较好 是吧 那我觉得自我期许 应该稍微高一点 可是社会上呢 不能够因为他是教授 就把他看成一种特殊的物种 那么假如他做了某些 一般人做的事情 就一定要从严来处罚他 那我觉得也不是顶恰的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 教授的道德标准 主观上应该提高 客观上应该人人平等 人人一样 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 主观上他们很低 客观上的要求非常高 所以造成了 你看这个落差就在这 那我觉得这里头就有一点变成 就是说 你把这个社会的一些 很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不管是腐败也好了 事丰日下也好了 就抓到一个戴罪羊 戴罪羔羊 因为我对你教授 我希望要求高 那么我希望你是一个道德表帅 结果你做的不好 那我所有的不满 所有对这个社会上觉得这些问题 我就抓着你 我就非要把你整料 或者惩罚你 严惩 严惩不带 那就可怕 要是教授都变成这个禽兽了 就会让我们这个社会也觉得崩溃了 那我觉得会 所以我就说是 自我期许应该很高的 而且还是有职业道德规范 对啊 这就是我说 你比方说你很简单 你跟那个女生有发生关系 你再录取她 你就侵犯了你的职业道德 就好像你 你假如做一个公司的老板 你也不应该对下属 这个利用你的权利 你也不能搞情绪 那就是性骚扰啊 对对对 所以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分得很清楚 特别是在男女 他是有可能发生的状况之下 绝对不能做 像以前师大台湾 台湾师范大学 就有过一个教授 他侵犯过好几个学生 最后被人家告 是别的学生告 之后呢 当然他出来变成一家人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